33岁女星曾智希,4年前罹患子宫癌,前病变第三期,当时把病变细胞切除,今年3月突入院洞巧克力囊肿的复科手术,让粉丝十分担忧。 事隔近2个月,曾智希PU自拍照分享近况,不忘开玩笑道,终于看自己比较顺眼了。 曾智希最近在H1发一张自拍照,表示,手术完到现在也快两个月了,终于看自己比较顺眼了,也开始回归运动,感觉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前进。 照片中,曾智希妆发精致,完整,皮肤透出自然的光泽,看起来神清气爽,甜美可爱,复原状况十分良好,被许多网友留言称赞,睫毛好长皮肤好好,一直都麻很顺眼,颜值100分。 慢慢恢复,智希一直都很美的。 曾智希从小妇科偏弱,5年前因月经,不顺求诊,意外发现有6公分脑肿,开刀后,做了抹片检查,又发现子宫颈癌病变。 曾智希2019年发文证实,我现在是子宫颈癌前病变第三期,坦言第三期的状况有一点严重,再拖个今年可能就变子宫颈癌症,便把病变细胞切除。 盼望女性朋友记得定期做抹片检查和人类乳秃病毒筛检。 而她三月入院开刀的原因,则是发现卵巢,书卵管可能有异状,加上曾有巧克力囊肿,因此动小型的妇科手术。 开完刀后曾智希在脸书留言报平安,手术顺利完成了。 等等就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下礼拜继续工作,虽然现在还是痛歪歪。 曾智希出道以来,就有小郭雪芙的称号,凭借一张精致甜美的瓜子脸和性感的身材掳获不少粉丝的心, 而其精湛的演技配上十足的感染力,让她在演艺圈大放光彩。 近日,她罕见晒出自己的全裸泡汤照,开心写下,冷冷的天就是要泡汤,但晒出的仅是背影,引来粉丝敲碗,纷纷表示没诚意,转过来,这杯也太美了,羡慕的男友视角。 不仅如此,该篇贴文中还调出女星林轩宇以及大牙,两人都留言让她转过来,其中大牙还点名曾智希的男友陈志强,写道,强强太小气了, 拍这么近是怎样,都没有线条了了。 顶着一头俏丽短发的曾智希气质出众,与大十二岁陈志强交往多年,恋情甜蜜。 2017年,她被媒体拍到和陈志强返家过夜,后来两人也大放任了恋情,被问到最喜欢和最讨厌男友的地方。 她坦言,很欣赏对方的幽默,但确实不太喜欢对方碎碎念。 尽管如此,被问到黄少奇和陈志强谁比较帅时,她仍嘴甜地说,少奇哥帅。 但强哥的帅,只有我懂。 还坦言过去的感情路不顺,曾遇到有暴力倾向的男友,对方心情不好,情绪起伏大就会摔东西或有暴力动作。 有次还动手将别人家的铁门锤坏,让她吓傻,后来彻底看透就爱,提出分手,也告诉自己不会再和这类有暴力倾向的对象交往。 先前,曾智希晒出到海边穿深微比基尼的美照,放送粉丝福利,但被眼尖网友发现她胸前出现不明红点,疑似被男友种草莓。 对此,她并未回应。演艺圈近年接连爆出桃色风波,引发各界再度深思感情关系,尤其是向来形象优质的王力红被李亮磊控诉多次出轨,交往风月女子,约炮后,再度刷新不少网友的三观。 曾智希在去年迎来32岁生日,没有特别安排行程,因为她前一天就在社交平台上透露将在工作中度过,并PO出了照片。 照片里的她露出一抹浅笑,套上羽绒外套就出门搭车。 话锋一转,还在文末有杆发的写下,只有钱不会背叛人,其他什么都是假的,不知是否受到时事的影响。 没想到,男友陈志强不久后悄悄留言其实,我姓钱,机智反应斗的一票网友嘴角失守。 他看到后则甜蜜回应,就喜欢你的幽默。 事实上,曾智希2019年曾透露和陈志强有共识,不一定要先结婚,等有了孩子再结婚也无妨。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男友身边有人有很多失败婚姻的例子,甚至有人打电话向男友诉苦说老婆外遇了,让男友觉得结婚并没有比较好。 不过曾智希也表示不排斥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至于结婚时机,他曾附上一个笑哭的表情符号,回答称有小孩就结婚。 他在心中早已认定了陈志强,去年记者就曾巧遇曾智希与陈志强和女方家长一同来到好十多大盘肉涮涮涮锅大安二店,大旦锅物料理。 曾智希身穿开立领横条纹连身裙针之衫,小鹿C级苏胸,级嫩白美腿。 陈志强则穿着长袖上衣搭配短裤,拖鞋,打扮十分随性。 席间陈志强跟准岳父聊得愉快,准岳母更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气氛欢乐的家庭聚会结束,由她大放请客买单,看来已是女方家长认证的准女婿。 对于当天聚餐,陈志强经纪人称小两口和彼此家人都很熟,有时候没班就会和曾智希的家人吃饭,或是回陈志强高雄老家陪她家人。 曾智希过去因担任助理主持人出道,后来转战当演员,出演电视剧《天之娇女》,可能是工作压力过大。 2019年,她被检查出子宫颈癌前病变第三期,4月进行手术,7月底回诊报告虽还未出炉,但医生表示她的子宫颈已经长回来,安慰她就算有不好的细胞残留,也可能会自行萎缩,但建议她赶快生小孩。 据媒体报道,曾智希的身体状况不好,之前还长过巧克力囊肿,单边卵巢也被检查出萎缩老化,等于是,有一边的卵巢已经提前进入更年期,对此,她也呼吁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即使检查,生病了也要积极配合治疗,一切都会好起来。 之前,曾智希还和妈妈一起上过节目,一代女王,互相爆料彼此的糗事。 曾智希说,母亲凡事都以父亲为主。 某次爸妈吵架,后来爸爸不理妈妈。 母亲为了要引起对方的注意,竟然把瓦斯桶滚进房内,爸爸见状则将瓦斯桶滚出房外,两人来回了好几次,让曾智希看了觉得,既傻眼又好笑。 曾妈妈则爆料,曾智希从小到大看男人的眼光,很奇怪,完全摸不清她的标准,究竟如何。 曾妈妈还说,曾智希从国三开始交男友,但对方给人一副小流氓的感觉。 当时很乖的曾智希,不但开始很晚回家,甚至还穿起超短裙,那阵子让她感到很头痛。 到了高中时期,曾智希交了一个身高超过190公分的男生,某次在公园内看到两人拥抱接吻,让她当下看了气地想去打那个男生。 事后,曾妈妈问到对方生日时间,私下偷偷拿去和八字,却得知这样下去的话对女儿不太好,索性后来两人也分手了。 没想到上了大学,曾智希交往的男友更扯了。 曾妈妈说,当时女儿交往了一个大她十几岁,身材矮胖的中年男子。 男方是建设公司的老板,之后,对方有来到家中,从谈吐感觉人品,还不错。 对方还说,要送曾智希一间房子,曾妈妈当下认同地说那就是这交往看看吧。 没想过没多久,两人竟然分手了,询问原因后觉得压力太大了。 至于女儿的,现任男友陈志强,两人交往了两年半的时间,曾妈妈觉得,对方是阳光运动型男,人也正常多了。 之前曾智希曝光一系列爆肉照,照片中的她,拿着手摇引坐在沙发上,身穿牛仔短裤,裤头紧绷,不止挤出厚厚一层游泳圈,大腿的肉更明显一出,和昔日纤细模样差很大,让一票粉丝心碎满地,直呼一定是,屁图。 但曾智希亲自回应,表示照片没修图,就是她本人无误。 她不好意思地说,之前拍戏日夜颠倒没时间运动,再加上剧组便当又很油腻,不知不觉,肚子就像吹气球一样膨胀,拍戏是装实,衣服都穿不下。 有追踪我的人应该,都有发现,我那阵子衣服,都穿得很宽松,经济人气道警告我要开始控制,这三个月我已经成功消灭7公斤了。 回到46公斤的曾智希,开心地表示,现在体重是10年来最轻的数字。 她说,当年进模特儿圈后才意识到自己身材偏肉,因为其他女模都很纤细,加上她是全公司最矮,只要一长肉就会看起来很圆,不但一度胖到被当时经济公司说太不知羞耻,甚至被特别规定每次进公司都要量体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